換句話說 認為說 這個不是法律規定這個權利 你只有這個權利 是法律真的規定要來保護你 那創設了你這樣的權利的時候 你才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這個我認為啦 我認為 那我也這個比較更具體的這個論述 會在我這篇文章去談的 那我認為其實世衛剛剛已經連結 那只是這時候在連結的時候 沒有那麼清楚的連結而已 是這個兩公約式刑法第二條 我剛剛看到 在這裡第二條 兩公約可揭示保障的人權 具有國內法的效率 那這些權利 那加上ICCPR第二條第三項 也就是 所以在ICCPR第二條第三項 其實世衛剛剛說 他在這個執行的這個申請到時候已經提到 ICCPR第二條第三項其實提到說 這個兩公約確保任何人所享有本公約 所確認的權利或自由 如果遭受侵害的時候 應該要獲得有效的救濟 那ICCPR第二條第三項的這個救濟 其實不是一個獨立的權利 是一個 他在這裡指的意思 其實是所有的公約所保障的權利 受到侵害的時候都要受到救濟 所以換句話說 每一個公約所保障的權利 都是一個可救濟的權利的意思 那這個我現在講的有點有點多了 好像只是講給某幾個人經的 因為我也希望大家去溯通他